大家好,我是阿温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中亚牧羊犬 vs 坎高犬 大狗之王的争霸 当提到大型强大的护卫犬时 中亚牧羊犬和土耳其的坎高犬 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中亚牧羊犬来自中亚 坎高犬来自土耳其 他们在外贸特征和作为家畜和家庭守护者的角色上 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亚牧羊犬是一种自信、平稳、安静而骄傲的狗 它们非常勇敢 具有高度的工作能力、耐力 以及对领地的意识很强 这个品种也面对任何大型掠食者的无畏而闻名 坎高犬是一种强大的护卫犬 原产于土耳其 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犬种 在土耳其的山区连续多代守护着羊群 这些动物的保护和守卫本能 深深根植于它们的基因中 在阿蕴开始这个影片之前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不支持并且不赞同任何犬子之间的打斗 今天的影片是以假设的方式呈现 只在探讨哪个犬种更强壮 中亚牧羊犬成年后的体重介于88-110磅之间 而成年雄性的体重甚至可能超过175磅 它们的肩高从脚掌到肩膀约为24-28英寸 雄性比磁性明显更大 体重更重 身高更高 它们拥有与其庞大身躯相称的大额方正的头部 还有中等大小厚实 椭圆形的耳朵自然地垂挂在头部两侧 当中亚牧羊犬还是幼犬时 它们的耳朵通常会被剪裁 尾巴则被修剪短 事实上 未经剪裁的中亚牧羊犬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 这两种做法都具有争议性 它们的毛发蓬松 由粗糙的直毛组成 几乎可以呈现各种颜色和组合 中亚牧羊犬拥有大额有灵性的椭圆形眼睛 深度适中 并常常被形容为自性优雅的外表 砍高犬是一种大型犬种 雄性成年后 肩高约为28-30英寸 体重方面约在105-145磅之间 尽管体型庞大 外貌威严 砍高犬却肌肉发达 敏捷且出人意料的坚韧 它们有着厚实的毛发和底毛 大多数个体 呈浅棕色到浅灰色 砍高犬的头部 有着独特的面具斑纹 原始的土耳其名称是 Karabas 指的是口笔和耳朵上的黑色斑纹 这个品种还有卷曲在背上的尾巴 和成性人形的生成眼睛 砍高犬拥有很多早期熬犬的特征 是大型犬中的佼佼者 中央牧羊犬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犬种之一 其祖先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 它们与肠傲有着紧密的联系 并在自然选择的结果下 成为了一个强壮健康 且具有很强适应力的品种 中央牧羊犬天生就是工作犬 承担任牧羊犬 护卫犬 看门狗 序幕守护犬等工作 尽管非常独立 但它们对家人忠诚且无私 这些狗在室外活约 但在室内却安静和冷静 同时也高度警觉并保护所爱的人 中央牧羊犬在严酷的天气 和掠食者的威胁下存活了下来 人们认识到它们的价值 并将它们信仰让它们发挥作用 它们不是高能量的品种 但拥有出色的耐力和工作能力 关于这个品种起源的细节 存在一些争议 坎高犬被认为来自土耳其 是土耳其的国宝 它们是古老的牧群守护犬品种之一 与古代亚树艺术中 描绘的各种鸯犬类型犬有关 这个品种的名字 来自土耳其西瓦斯神的坎加尔地区 这也是它们最有可能起源的地方 长期以来 坎高犬和坎加尔地区的阿加 有着密切联系 阿加是一个大家族的土地所有者和首领 它们使用这些狗来保护羊群 免受大型掠食者的威胁 如熊和豺狼 坎高犬作为保护者的历史是传奇的 它们首次出现在 19世纪晚期的欧洲文献中 1985年 大卫和朱蒂斯纳尔逊 将它们的坎高犬带到美国 成为坎高犬在美国的基础种群之一 中亚牧羊犬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犬种 以其独立性和自信而闻名 这些大型犬非常忠诚友好 对家人非常亲近和温和 但对陌生人则相对保留 此外 这些大型犬非常聪明 不同于许多其他大型犬 中亚牧羊犬并不介意独自待在一旁 它们专注于工作 可以完成各种任务 在牧场或农场上 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犬只与家畜一起工作 中亚牧羊犬也与狼群战斗而闻名 因此也获得了土狼机器的称号 土耳其牧羊人 确保它们的狗不对人类或羊群表现出攻击性 例如家畜或牛群 砍高犬以其可预测且高度可靠的性格而闻名 因此 尽管体型庞大 它们是温和的犬种 对儿童和家庭宠物温和友好 同时对羊群和牛群具有保护意识 当砍高犬没有群体或羊群需要保护时 它们会保护主人的家庭宠物或孩子 在两岁时 它们会展现出独立性 这通常是开始护卫工作的时候 它们对主人非常忠诚 勇敢无畏 对熟悉的人或动物表现出高度的可信赖 由于它们的起源 土耳其砍高犬需要工作来避免无聊和不愉快的行为 基于这些原因 通常不建议讲砍高犬 给新手狗主或小型家庭饲养 因为它们是工作犬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重要问题 到底谁会胜出中亚牧羊犬还是砍高犬 这两个品种相较于同体型的犬种来说非常活跃 但相对于较小型的品种来说 平均而言较为有活力 然而这两个品种都是非常强大的狗不容小觑 但我觉得中亚牧羊犬更强壮 尽管砍高犬可能比中亚牧羊犬更高 但就两种犬种的体重而言显然中亚牧羊犬更重 砍高犬在进行战斗之前会吠叫 而中亚牧羊犬则不会吠叫 不会显示出攻击性 而是毫不警告的发动攻击 中亚牧羊犬更顽固 但也可以像砍高犬一样接受训练 两个品种都有非常强大的咬合力 但砍高犬的咬合力甚至比中亚牧羊犬更强 据说砍高犬的咬合力可达743PSI 而中亚牧羊犬的咬合力约为500-650PSI 然而在我的观点中 中亚牧羊犬在威下方面 似乎比砍高犬更具威慑力 就性格而言 这两种狗的差异不大 都是护卫犬 当有掠食者靠近时 这些狗都是勇敢无畏的 并且不会退缩 它们具有领土意识 会保护自己的领地 免受小动物和掠食者的侵害 两者都是巨大 沉重 且令人生畏的狗 尽管砍高犬具有更强的咬合力 但中亚牧羊犬 由于体型和攻击性 更有机会战胜它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